中国与亚洲相互塑造 共同演进 本次上海论坛聚焦亚洲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对亚洲发展及其未来的重大的关注 当下对亚洲的未来有信心 也有担心 有希望 也有忧虑 然而我相信21世纪是亚洲的世界 这不仅因为亚洲有全球60%以上的人口 和全球30%以上的经济总量 而且因为亚洲是世界上最有增长活力和增长权力的地区之一 今天的亚洲 亚洲有像中国和日本这样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经济体 也有像印度 印尼 越南这样快速发展的新兴的经济体 但是我们对亚洲的未来不能采取理所当原的态度 亚洲的未来毕竟要起决于我们的努力 21世纪亚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起决于其经济表现 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的 强健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亚洲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多的起决于 它的政治的发展 就是亚洲能否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 它能够带动亚洲国家 加强合作 共同解决面对的各种挑战 并为亚洲的未来 确立一个美好和合理的愿景 引领和推动各国 为实现这一愿景而共同努力 这个政治中心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国家 也可以是地区组织 或者是二者的结合 那么回复历史 近代以来 亚洲始终扯发一个强有力的 能够以正确的方式 引领本地区前进的政治中心 在二十世纪 日本有两次机会引领亚洲 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上半期 当时日本是最强大的亚洲的国家 它率先完成了近代化工业化 但是在中国主义的蛊惑下 日本选择了用武力建立大东亚共用圈 最后给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在二十世纪下半期 日本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 通过贸易和投资 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 日本把自己看作是西方阵营的一员 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的盟国 加上日本对它的侵略历史反省不够 这样它就没有资格为亚洲的发展 发挥引领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 东南亚国家联盟就是东盟 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 摩球在亚洲 特别是在东亚事务中 发挥重大作用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 东盟推动了亚洲 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 并且在努力为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 确立共同的规范 虽然东南亚国家联盟 是一个中小国家走成的次地区的走职 但是它的决心和想象力值得钦佩 在东盟的推动和领导下 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 东盟加上中国 日本和韩国 这就是所谓的十加三合作 起到了长述的进展 在经济 社会 安全 文化 人文等各个领域 都产生了很多很好的合作成果 但是坦率来讲 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力 呈现下降趋势 这即使由于东盟自身能力的局限 形象的来讲 就是小马拉大车 越拉越吃力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区域内外 形势的变化 使得地区合作的激进进程受了干扰 比如说美国在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那么有些东盟国家加入了TPP 有些没有加入进去 这个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包括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在亚洲的作用更加令人关注 在过去二十年间里 中国不仅积极地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 也越来越积极地倡导和推动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 中国与俄罗斯等国一道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与区域外国家积极合作处理朝鲜半岛问题 阿富汗问题 伊朗核问题 倡导了美共和六域只发安全合作 以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还在积极推动亚洲协作与相互信任措施 就是亚信进程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中国提供了亚洲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当下中国也在积极推动趋于前面经济伙伴关系 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和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主要是着眼于家乡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和互联互通 使得中国的发展真正的 汇集周边 汇集亚洲 实现于亚洲的共同发展 更重要的是 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明确提出 要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这既体现了中国对亚洲未来的愿情 也反映了中国对亚洲的强烈的责任意识 那么中国有没有能力 为亚洲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答案是有 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首先中国提倡和推崇亚洲的主体性 即亚洲事务 主要应由亚洲国家和人民来处理 亚洲人民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其次 中国的行事方式对亚洲国家具有吸引力 例如 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 贫富强弱都是平等的 中国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 素质武力 活业武力向威胁 中国在集体行动中强调协调一致 而非老大说老散 或者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 中国愿意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但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是引导 而不是主导 与有的国家自视为国际事务中唯一的领导者不同 中国更主张如其他国家一道进行集体领导 中国也不试图退行亚洲版的门洛主义 不摸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由于其近代的历史遭遇 中国的弱国和穷国 怀有天然的同情心 基于其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 中国在与他国的交往中重视奖姓修牧 必是那种背信弃义 建立汪欲的行为等等 最后 中国也为亚洲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 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它正在努力为亚洲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力的进一步提升 相信他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那么中国对亚洲的未来 有没有一个愿景 我想是有的 中国真诚的希望 在21世纪 亚洲能够摆脱 穷乱散的状况 亚洲需要更多更好的发展 以摆脱贫困 实现繁荣 亚洲需要努力解决各种冲突和纷争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亚洲需要加强合作 使得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 建立紧密和互惠的制度化的联系 亚洲需要保持其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 使得亚洲这片广袤的大地 色彩斑斓 亚洲需要和谐 使大小国家 以及不同种族 夫妻和信仰的人民 能够和平和谐的共处 因此一个繁荣和平和纵 多元和谐的亚洲 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心愿 也是我们共同的分斗目标 另一方面 我们也认识到亚洲 也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亚洲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 包容大多的中国 它能够以广阔的视野 和宽阔的心胸 拥抱亚洲 不因自己的发展而强大 和强大而厌弃亚洲 幻想着要托亚如欧 托亚如美 亚洲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从经济到安全 从物质到理念 能够为亚洲的繁荣发展合作 做出更大的贡献 亚洲希望中国以智慧和远见 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分歧和征担 使邻国不担心和畏惧中国的强大 亚洲希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 无论是经济转型 环境治理还是制作创新 一个成功的中国是亚洲之福 一个失败的中国是亚洲之灾 我们深知 中国要在21世纪亚洲的发展中 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 需要成功地应对一系列挑战 例如如何与一些邻国增进 战略互信 减少战略互移 如何和平解决 历史遗留下来的 临头主权和海洋传与争担 如何可服 域外大国的制约与干扰 加强与本期区国家的合作 如何增强对亚洲国家 诸有吸引力的软势力 包括先进和适当的发展和治理理念 良好的制度设计 诸有实在性的大众文化等等 中国将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 不断改造和发展自己 同时也打造互利共赢的 亚洲命运共同体 中国不仅是在物质上崛起 也是在智力和理念上崛起 各位嘉宾 中国的发展和安全起决于亚洲 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越来越起决于中国 中国的崛起 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亚洲的面貌 亚洲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也会塑造中国的外部行为 这是一个相互塑造 共同演进的过程 我们希望并相信 这将是一个良性的 建设性的互动进程 在上海论坛 不如第二个十年之际 这个进程正在加速 其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上海论坛这个平台 观察和思考这一进程 用我们的学识 思想和智慧 推动这一进程的良性发展 这正是上海论坛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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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